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12课 今天的主题是这个 class的对象绑定 这个和上一期略有不同 上一期讲解的也是class绑定 但是上一期咱们讲解的是class属性绑定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对象绑定 好 看一下咱们今天的知识点 非常简单 知识点和上期一样 只不过绑定的对象 绑定的内容不一样而已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解释 class绑定 为html标记绑定样式单的class 注意 这个地方叫做对象 咱们上一期咱们看一下 上一期叫做属性 今天咱们叫做对象 什么叫对象呢 咱们马上看一下例子 其实非常的简单 听起来好像有点神乎其神 其实就是一行代码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首先有个div 然后有一个class 咱们为class绑定一个 大家注意看myclass 这个其实就是对象 咱们看一下myclass是个什么东西 就在这个地方 它是data属性的一个子属性而已 而这个属性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在这个地方设置了很多的样式单的class 这个active 这个是big 这个active和big 其实都是在咱们样式单中 已经设定好了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咱们的样式单 style.css 咱们打开之后 注意看 有一个active 有一个big 那么在咱们代码中 哪个属性 哪个css属性要被显示呢 咱们就在后面设一个true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 我呢 想让我的这个文本 这不是给这个红色文本 附上这个class吗 这个叫不得好啊 就是给这段文本呢 要附上这个myclass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呢 注意看 我给它附了一个active属性 同时呢 还附了一个big属性 那也就是说 咱们画面装载时 这个红色文本呢 既执行class的active 又执行class的big 那active呢 是显示为红色 big呢 是显示为 又大又粗的文本 这个呢 是咱们画面 初期的显示效果 然后呢 我给这个画面 还增加一个按钮啊 大家注意看 改变class吧 改变什么呢 咱们注意看 就是说 把我这个myclass 这个myclass 不是给这个div绑定了吗 那么把我这个myclass 里面的big属性 设成false 换句话说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红色文本 将这个红色文本的myclass 属性的big属性呢 将设为false 也就是说 这个bigclass呢 将不再生效 咱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啊 其实不呢 其实很简单 我把这个代码考过来 咱们呢 实际运行一下 您就知道 今天的内容 虽然听起来高大上 其实非常的简单 好 稍等啊 今天咱们讲12课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文本出来啊 既是红色 而且呢 还高大 咱们看一下这个减证啊 咱们看一下实际的 渲染出来的效果 div 注意看 红色文本的div 它这个class呢 有两个值 一个是active 一个是big 没问题啊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时 咱们还记得 这个按钮的处理吗 把这个class的big属性 设为false 换句话说 我的myclass里面呢 只有active属性是true 而这个big属性呢 将不再生效 咱们看看实际的效果 大家注意看 当我点击class按钮的时候 这个big属性应该消失 只剩active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走 OK big消失了吧 同时 这个红色文本呢 就不是又大又粗了 它又回到一般文本的大小了 再点不生效了 那咱们把例子改一下 就说我改什么吧 就说我一点 让它又大又粗 我再一点 让它再回复原状 我再点 又变又大又粗 咱们做这么一个处理啊 好 咱们试试 这个地方 我当按钮按下时 我让当前这个big属性 取当前现有属性的反值 就可以了 就是说 现有若是true 那么我的big设成false 现有的big是false 那现在呢 就把它big设回为主 好 咱们再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好 一上来 有big属性吧 然后呢 又大又粗 当我点击之后 没有了 恢复到原状了 对吧 我再点击之后 大家先看 又是又大又粗 换句话说 我呢 通过这个按钮呢 来切换 是不是显示big属性 非常的简单 您不这么认为吗 您说 我能不能切换这个active 完全一样啊 咱们加上啊 咱们再切换一个active 试一下 从而证明 从而证明 这个其实不难 就证明这个啊 稍等 好 咱们再运行一下啊 它不但又不大又不粗 同时呢 颜色也不再是红色 咱们试试啊 走 哦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呢 class呢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呢 红色也消失 是又大又粗 也消失 再点又回来 再点消失 非常的简单 您不这么认为吗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 我给您介绍的 所有的内容 今天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 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